今天各位早上都有看到那個報稅 他們不是有宣導影片嗎? 請問全部都是用影片製作的嗎? 沒有,其實你們都注意看,他們後面不是有在講一些故事的 進入沒有碎屋的那個世界,又跳舞,碎神 還是大家說碎屋沒有碎屋 你看看那個人是真狂的 他那個是用什麼做的?用飛騎做的,有沒有? 卡通做的那種都是用飛騎做的 當然你也可以把它剪製成影片,像那樣去播 那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其實我們一般影片製作的流程 第一個要有什麼?要有腳本 也就是說其實你看到那些最後的成品,做出來的影片 實際上剛開始會先,先我構想 想好了之後我要先把那些劇本,腳本先把它想出來 哪一個時間?什麼時間?誰講什麼話?做什麼事情?要先私討一下 那你做出來的這個企劇就開始做所謂的拍攝的動作 拍攝動作 包括你的主角,你要怎麼樣併裝 對不對?然後你的場景在哪裡?那些都要先想清楚 好,那開始拍的時候呢 平常我們能夠做的就只有這裡 反正是微相機也好,DV也好 拿起來就直接拍啦,對不對? 但是你如果看起來外景的有沒有?看這支節目出外景的 它還有什麼?有些人是不是還有打另外一個燈光?對不對? 比如說你看一下拍那個,那個,那個,許願啊 還是說外面有那個,卓頓啊,他們在外面都要打燈光 那麼,甚至呢,你看一些外景節目 有沒有發現主持人都有這個,然後別一個麥克風 不然就是有操場的那個收音檔有沒有 欸,為什麼?你如果是直接用,比如說你用數位相機,用DV 你單純用那個,機器上的那個收音,麥克風 你會發現那個叫做全兜錄 所以誰想的都怎樣?混在一起 主持人講的跟陸人講的都一樣大聲 所以說比較不方便 所以他一定要有一個什麼?有一個另外的指向性的麥克風 幫你把那個主要的聲音收錄好 這樣在處理的時候才不會就是說沒有辦法去弄 好,那麼你這段拍好了呢 所以我們用了所謂的會生會以後,剪接軟體 做的就是所謂的後續 後續的製作啦,後面的製作 那這裡面我們後續裡面最簡單的就是要做剪接 去無神經一下 對啊,對啊,對啊,對啊 對啊,那你是不是有些時候我們在拍的時候一定會有拍到一些不必要的吧? 都多拍的 所以你們會發現什麼?我們看電影、看電視 大家都很喜歡看一個東西 就是NG鏡頭或漏廊鏡頭 有沒有 他們拍的時候那個叫幕後花絮啊 為什麼?那些有的會拍下來 有些可能我們正視影片看不到的 我們就喜歡去看看它 那你要去做剪接 再來你可能會加上什麼? 會上聲音 因為你的原本的可能現場 比如說沒有一些音樂 那你可以加上一些聲音 事件的聲音也好 那順序呢幫它加一些動畫進來 比如說你們今天有看到那色物的 那你們就加一些動畫的特效進來 好,那所以剪接軟體之後呢 再來就是最後做輸出了 那現在輸出當然你可以VCD、DVD、甚至HD 各位有沒有注意到 最近 昨天啊?前天 應該是3月8號吧 昨天是3月8號 婦女節嘛 各位有過嗎? 你們沒有去 你們沒有上Google看一下 Google也蠻有誠意啊 Logo有變喔 Logo有變婦女節耶 好,那再往前一點點 蘋果又推出一個新的啊 是iPad3嗎? 不叫iPad3,叫NewPad對不對 因為NewPad它強調解析度是多大 知道嗎?有沒有注意到? 什麼四網膜LED 有沒有? 3D沒有啊?它沒有3D? 沒有 對 它有4G啊 它強調一個 它的螢幕解析度到多少? 2048 乘以1536 你看呢 我們的 421 記不記得我們上一段講的 421才多少? 1920乘1080 有發現了嗎? 1920乘1080 可是它現在解析度可以 那麼小的解析度 iPad的就9寸左右 可是它解析度要能夠達到那麼高 這個確實是不錯 但是螢幕畢竟還是很小 所以你解析度很高 代表就是你字要很小 字會變得很小 因為你同一個螢幕 你要怎麼賣比較多東西嗎? 它看得清楚 可是就是字會變得很小 所以以後近視的人會更多 但是 我要跟你講就是說 它現在是可以做到這麼高解析度 那也代表說 其實我們輸出的時候 現在輸出HD的 FuHD的也是可以 那它的那個攝影機 據說也是可以錄到FuHD 就1080的解析度 好 那你輸出你可以直接變成影片 也可以怎麼樣 有些人 或者像電視台 有些他們做法 就是回錄到那個蓋子裡面去 所以以前都有看過錄音帶 對不對 我們那個BV帶也是一樣 它可以把它回錄進去 那現在呢 這段就是直接變成網路的影片 直接放到網路上 所以到處都有 這樣有比較了解的嗎? 整個流程其實大概是這樣 最重要的就是前面那個企劃 企劃那個部分 就決定好了大概一半左右的事情 那後面這一段呢 它當然那些也都很重要 就是說 你前面企劃如果OK了 那大概就比較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你看 我們你要拍照的時候啊 有一些 摄影還有市場收集 這裡 幾個比較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叫地標 比如說你拍 那我去拍的時候 我怎麼知道這在哪裡 對不對 因為你是拍影片 你拍照後 你也會找一些地標去拍啊 對不對 比如說來我們新竹 請問他去哪裡拍 請問在新竹的地標是在 新竹有什麼地方有什麼地標 內灣呢 也不錯啊 至少 什麼城 東門 東門 台北的話是西門 所以叫西門町 那還有沒有 新竹還有什麼景點 東南 東南要去哪裡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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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你可能當那些景點之後 你 如果你只是拍那個3 那誰看不出來就18天3 對不對 所以你可能就要找一些 比特拍的 地標的 南苗 現在是不是也有一個好像圓的那個 有嗎 我印象中好像有 忘記了 所以你要 拍影片的時候 有一個人知道 你要概念他你在哪裡嗎 對不對 你說用這個字幕打出來 是一種方法 那如果你可以把他那個地標的 打進去 就是拍進去也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第二個 第二個這個部分的話 可能大家要做 就不見得每一台都可以做 如果你是DV的話 你可以知道嗎 Rune in Rune out 對不對 世衛相機也可以Rune in Rune out 可是問題是 世衛相機是Rune in到 Rune out到你要指定的位置之後 你是要按下去 但是因為我們是攝影 所以攝影的話 它本身要怎麼樣 比如說你看著我們這樣拍 慢慢的鏡頭就可以拉近 對不對 鏡頭拉近 因為世衛機它本身是影片 所以你Rune in Rune out是沒問題 可是 世衛相機的話 我不知道你們 平常在用有沒有注意過 就是你要做一下去拍 假的你會做一下去轉成影片模式的話 有很多相機 你會發現Rune in Rune out不能用 就是不能拍影片的時候 它Rune in Rune out是失效的 為什麼 因為 那個是它本身的問題 因為大部分的視衛相機 它不太能夠做Rune in Rune out 甚至光 你用你的手機 你的手機 在拍影片的時候 你會發現很多時候 也是不能接近的 可能只能固定 就是那個距離去拍 不然就怎樣 人前進 後退 那也是一種方法 只是這樣的話 就會比較容易晃動 因為 你機器越小 越容易晃動 機器越小 越容易晃動 就是 跟大家講一下 那 有的問題就有現在 所以這個 你看 這個叫做 我們那個 叫做 七頭 七頭你們可能就比較少去 比較遠 七頭你要 再調查一下的話怎麼辦 調查一下你要拍影片好不好 會換來換去對不對 所以你人就可以先跑過去再來拍 你了解意思了嗎 好 那我們這樣好像要看到 另外還有什麼 另外還有什麼 運輪拍這也不錯 你就說有時候我們出去 比如說你朋友出去玩 那大家都是走來走去的 那你也不用再接近運輪 因為你不要人站在這裡拍 對不對 然後他們就一直走 一直走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這個你只要轉個方向而已 好轉個方向 另外還有一個比較難的 就是這個 燈拍 請問你有通過狗仔隊嗎 對啊 狗仔隊其實也不好當 你以為狗仔隊只要躺在車 坐在車子裡面 負責這樣拍就好 沒有 很多人是要冒險淡淡 才能夠拍到精彩鏡頭 但是這樣眼看有什麼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出現 你了解意思嗎 有時候眼睛怎麼看不到 但是相機沒按下去 這樣也不算 你不如像那個 像電影一樣有沒有 把你的機器存在裡面 讓它還可以拿出來 所以 對待麻煩 叫做 你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會出現在哪裡 然後 我的 相機 海洋公園 對不對 平東那個才叫海生館 對不對 那你去那邊 這個是那個海獅表演 那邊還有海豚表演對不對 跟香港那個一樣 你如果第一次去看 你怎麼知道它要做什麼表演 所以如果你鏡頭拉得很近 所以一下它就跑出去了 所以攝影機跟我們一般拍照跟不一樣的地方就是在說 你今天你想要補作一個動態的過程 那如果你晃得很嚴重 像這個的話 你會相信有些照片是看起來有點模糊 因為它本身就是晃得比較厲害 所以我們從那個影片的畫面加下來 我們上次我們用過那個KM的畫面 Ctrl加C有沒有 複製到檢片部有沒有印象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晃得很嚴重 可是在你畫面畫得很嚴重的時候 它的這個就會有一點點模糊 有一點點模糊 那如果你要跟拍的話 就是要注意一下 注意一下它那個 就是不要 有時候鏡頭不要拉太近 拉太近的話 你一下就跑出那個範圍 那最怕的就是什麼 鏡頭晃來晃去的 因為怎麼樣 你晃來晃去的 以後有人在看那段影片的時候 會頭暈 你有沒有看過人家拍的影片 哪有看到不想看的 有 很多 我告訴你 很多人很喜歡用DV去拍照 有時候幫人家拍那個婚紗的 就是那個結婚的 就是出去玩的 但是誰敢拍都不看 為什麼 一點都不好看 您可看電視 為什麼 因為 你自己的東西沒有經過剪接 這是很粗的東西 比如說 你沒有把那個哏 你不要講的 重點節目要有哏 你那些東西都沒有把它弄出來 怎麼會好看呢 對不對 插就插在這邊 所以其實 說真的 你比如說一天 假設你是半天也好 或一天的活動 請問 你回來之後 你有沒有可能 再花一天或半天的時間 我前路從頭看明視 不可能 所以還會浪費那麼多時間 所以你可能一天下來 半天下來 搞不好只剩十分鐘 二十分鐘 甚至三十分鐘而已 所以你要去無存知 你就把它剪一剪 你看我們新聞事件不是這樣嗎 開過記者會 可能一兩個小時 然後上新聞的時候 只剩兩分鐘 所以很多記者 他移花節目 他不這樣做 他也沒辦法 我不可能完整還原 對不對 這個又不是現場的那個記者會 所以 不算那個林來峰 我們是看現場 直接從頭看到我 對吧 打球可以這樣看 好 那所以這幾個 大概是比較單刀直入 我們剛剛看了幾個方法 就是比較單刀直入的 我要拍誰 就直接面對他 就拍就好了 那另外一種 其實我們在電視上 電影上常常看的 我把它插個情境一幕 就是說 比如說你這樣 拍這個情侶好了 直接拍那麼冷當然也是可以 可是如果 你在拍一些海邊 在拍一點比較浪漫的 對不對 去餐廳的 再把它帶一帶他們身上來 這也是一個方法 我們常常看到這樣子 他可能先介紹一下那邊的環境 然後再帶到男女主角身上來 那這樣就要情境一路 所以你拍的方法 拍照跟攝影 雖然都是在拍 但是因為 秀影本身它是拍什麼 動態的 動態的 所以 你可能要多考慮一些事情 好 拍照它是抓住所謂的瞬間之美 那 攝影的話呢 就是 真實的完整重現出來 比較不一樣 好 請問 各位對於這幾個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啦 大家比較清楚一點點